哈囉大家好,我是斯蒂 今天的影片又是一個月的選中你 我要提醒你各位 你們的2021年已經過了六分之一囉 再剩下六分之五就是又要迎接新的一年了 我自己這個月因為遇到過年嘛 所以我其實蠻懶散的 我不知道大家過年過得怎麼樣 但是以往我每年的過年都會有新春特別節目 但是今年就真的覺得我太累了 我不想要做新春特別節目 我就只想要好好休息 對,但是我們還是有努力的 生出一個podcast給大家聽 如果你還沒有聽過的話呢 我跟小阿姨有開了一個疑心病 然後每週三會有一集新的技術 那就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真的是完全沒有做任何工作上面的事情 就是完全的耍費,然後完全的放鬆 然後每一天都過得蠻開心的 真的是如果沒有工作的壓力 就是每天都過得蠻開心的啦 所以 不知道大家的二月過得怎麼樣 就是是不是跟我一樣 每天在家都吃飽睡睡飽吃 然後我天天吃好料呢 就歡迎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你們的過年過得如何 然後如果你對我今天的愛用品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首先第一樣呢 我要來講我這個臉上的底妝 我的底妝呢 是HEMI的這一罐粉底液 然後這罐粉底液呢 我在前面有兩支影片應該都有提到大家過 一個是我被搭訕的那個GET READY WITH ME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吐槽新品的GET READY WITH ME裡面 兩支影片都有提到說我覺得這個粉底液非常的好用 而且我用起來的感受是OK的 我也是蠻喜歡的 那我本身是一個敏感偏看肌嘛 我覺得它的妝感是偏霧面 然後遮瑕力中等的一罐粉底液 乾肌用的話不會覺得到乾裂或是不舒服 尤其是其實最近有幾天都還是比較偏涼的狀態 但是它不會讓我的皮膚感覺到乾裂或是不舒服 它就是一個自然的霧面妝感 也不會有面具感 所以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它呈現之後的感覺的 它一共出了四個色號 然後我自己之前用都是00跟01混著用 那我後來自己留下來的是001 就是Ivory這個顏色 那我覺得它前面三色都還算是自然偏白 03稍微深一點 可是如果你是真的非常非常健康的肌膚 就是真的比如說你要去衝浪 然後有一些日曬的Activity的話 這個顏色或許對你來講還是有點不夠深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乾肌 然後你想要找一款便宜然後開架的粉底液 然後你想要找這種霧面的妝感然後遮瑕度還不錯的話 我認為這一罐呢就是非常適合你購入 而且它真的CP值很高 它才好像打完折才300出頭 300出頭 對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然後我個人呢也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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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用到好用的開架粉底了 畢竟大家都知道一直以來就是大家推薦的粉底液可能都是一些 麥爾伯林然後馬里爾 就是這種比較大家都為人所知的大眾品牌 可是最近就是已經用到爛了 已經用到我已經就覺得它就是那樣子 我沒有什麼新的感想 所以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你知道黑馬 一匹黑馬我就蠻開心的 然後這個月就還蠻愛用這個粉底液的 喔而且還有一點很特別是它的防曬是物理性防曬 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話其實這個也蠻適合你的 就不用擔心說化學性的防曬會讓你點就是出現一些小紅豆 第二樣我要推薦的是刷子是不是非常的奇怪 我好像基本上沒有在愛用品裡面推薦過刷子 我印象中啦應該沒有吧 真的應該沒有 如果有的話 那就有啊怎麼樣 那這一支呢是MAC的270S 我都會拿它來上我的眼下遮瑕 或者是一些提亮臉部的時候的局部做使用 那為什麼會突然喜歡上這支刷子呢 因為其實這支刷子它不是一個新品 或者是說什麼就是最近在主打的東西 它一直一直一直都存在 我之前遮瑕藥布就是用那種扁平的刷子 或者是我就用美妝蛋把它拍開嘛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心地疾病室膠遮瑕的那一支應該就知道我的方法就差不多是這樣 可是我最近就是在小紅書上面看到人家遮瑕的時候就是用這種比較錐形然後比較扎實一點的刷子 就發現遮瑕效果好像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比如果你用美妝蛋拍開的話 它會更殘留在你的臉上 然後更遮 所以我看完之後就一直很心動 我就看到其實我有這支刷子可以試試看 我實際測試之後就發現這種真的比較密一點然後比較扎實一點沒有彈性的刷子呢 真的是可以把你的遮瑕上得很遮 可是它同時又很均勻漂亮 就是你不用擔心它會有什麼粉痕在 如果有粉痕的話 你就把它用掃的掃開 它基本上的邊界就會被模糊開 因為我自己的使用方式是 我上完遮瑕之後我就點點點點點點點 然後慢慢的把它按壓在皮膚上 就是遮蓋掉那些瑕疵的地方 然後在接近你要跟粉底液均勻的邊界的時候 就開始用掃的這樣撥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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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就可以跟你原本的粉底液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或者是如果你是先上遮瑕再上粉底液的那種 它也可以就是自然的融入你皮膚的邊界 就不怕說眼下會有一塊還是怎麼樣 然後呢如果你眼下會有容易積線的人 那是用這個也蠻方便推開的 因為你就稍微這樣子往上看 或是往左邊右邊看 然後再往上往左往右看的時候 然後同時這樣子去刷你的眼下 它就會比較吃進你的紋路裡面 然後把你的紋路裡的粉給推開 所以總的來講呢我覺得這種形狀的刷子 真的對於一個黑眼圈重度的患者來講 是非常非常實用的 那你也不一定要跟我買同一支刷子 就是你只要找這種形狀的刷子 我相信它的效果應該有九成都會一樣 但是因為MAC這一支就是也蠻好用的 如果你真的懶得找的話就可以找這一支好不好 270S 強力推薦 如果你真的黑眼圈很重很重 或者是你想要上大量的遮瑕 但是要上的均勻漂亮的話 試試看這種刷子 第三樣我要推薦的彩妝品呢 是這個Cara Beauty的極細眉筆 然後我用的色號是 Americano 就是他們裡面最深的顏色 其實它的顏色不是我喜歡的那種偏灰黑的棕色 它還是算是深深深深深深集取深棕色 不是專門為黑髮而成的那種顏色 但是我喜歡它的原因是它很順手 就是它的畫出來的線條啊 或者是它上在眉毛這邊的感覺 整體而言是非常非常順的 然後它的筆心呢也夠細 所以你要描繪一些眉頭的線條 或者是你要去加深你眉尾的銳利感的時候 這一支都算是做得還不錯 所以我就是 嗯...有時候畫眉毛 然後不知道用什麼產品的時候 我順手可能就會拿起這一支來畫 所以我不知道它可能就是一個簡單好順手 很適合新手的眉筆 才會這麼深得我心吧 不然按照我喜歡的顏色來講 這個顏色其實對我來講還是不太OK 只是因為它整體畫起來的感覺就是很滑順 你要畫什麼樣的眉型就是都可以很輕鬆的上色 然後你要畫那些眉頭啊 什麼很細節的地方就都可以 好不好就都可以 所以呢我這個月就是蠻愛用這一支眉筆的 最後兩樣呢就是跟化妝品比較沒有關係 第四樣我要推薦的是這個Basic的包包 然後它的名字應該是叫 就這個包型叫Bondi吧 反正我會再把它打在資訊欄 然後這個包包是我大概去年就非常非常想買 可是那時候呢Shop Bob一直都大缺貨 就是它只要有基本色以上 它就是馬上被掃光的那種 比如說什麼黑灰白或是像那個大象灰 它真的是不給人機會耶 就是如果你有看到就是要馬上結帳的那種 不然它就是會馬上缺貨缺貨缺貨 我缺貨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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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然它就是會有一些很奇怪的顏色 比如說什麼檸檬黃 然後螢光綠 反正就是你不可能會背出門好 有些人可能會背出門 但我不可能會背出門的那種顏色 所以我就是一直把它放在我的wishlist裡面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真的結到帳 然後是今年就是上個月 它突然有一個什麼年初大數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如果你要輸入它的折控 就可以打85折 然後呢在這個打折的同時 它上了這個包包的基本色系 而且我那時候看了兩三天 它都沒有賣光 就是它那時候的貨量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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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足的 我 有史以來看過最充足的一次 那我想說好啦 我都已經看那麼久了 我是不是就是要鼓起勇氣趕快把它買下來 但是它也不是一個便宜的包 就是它也是要大概八千多塊 然後加關稅可能加一加就要一萬塊上下 但是我收到之後 痾被打到 但是我收到之後呢 就覺得它其實真的是蠻物超所值的 第一個是它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我不太會形容這種顏色 就是它有一點帶灰調的棕色 然後有一點卡齊的感覺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管是要穿白色系 或者是大地色系 或者是黑色系 其實這個包包都蠻好搭配的 然後呢它可以有兩種背法 一個就是手提 然後一個就是側背 但是側背我個人是不太建議 因為我身高比較高 然後它的袋子比較短 我側背的話呢 它會剛好卡在我的胸下 很像要去叫賣收錢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不是很推薦 如果你跟我一樣高 或是 甚至165左右 我都不建議你側背 再來呢 是它的容量非常的大 就是你不要看它這樣子 好像小小的 它裡面其實可以裝非常多東西 而且你看我裝這麼多東西 它還是沒有滿的一個狀態 我目前裡面是放了一包 獅子巾 然後一個皮夾 然後一個酒精噴霧 然後我的證件 跟我的底片相機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個小袋子 可以讓你放一些就是 衛生紙啊 名片什麼的 反正就是真的真的非常能裝 近幾年來呢 流行小包的趨勢 就是已經讓大家 把包包斷省移到一個極致了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帶比較多東西出門的時候呢 我就一定會背這個包包 因為它就是可以裝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我覺得甚至那台相機 我都可以塞進來 然後都還是綽綽有餘 只是說如果你裝太多東西的話 因為它就是只能這樣子手提嘛 欸穿錯動 手提 所以可能還是會有一點重 對 那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啦 那我自從收到它之後呢 我就一直持續的愛背它 在我的Instagram上面也有它的預兆 然後那一篇文 就是蠻多人問我包包在哪裡買 這邊就有一次解答給大家 但其實我跟你講我有標 我有標它品牌的tag 還是會有人問我 它是什麼牌子 最後呢 最後的最後 我又要來推薦你們一些電影 戲劇綜藝的部分 這次呢我想要推薦的是 天橋上的魔術師 這部戲呢就是還沒有開播以前 我就已經非常的期待 因為它是改編自無名義的小說 天橋上的魔術師嘛 這本小說本來就是有點魔幻 然後虛實交錯的這個元素 然後每一個篇章都在講一個 看似獨立 但其實互相之間有一些關係的故事 所以我就非常期待說 他會怎麼樣改編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 楊雅哲是我很喜歡的導演 如果你2018年 有看我的年度最愛的話 應該知道我那一年最愛的電影 就是習慣音 因為我很喜歡楊雅哲導演 他 嗯...怎麼講 我覺得他算是帶有一點 自傲的才氣的感覺吧 就你可以感覺得出來 這個人是對他的東西有信心 然後有自信 甚至到有點驕傲的地步 但是他端出來的作品 還是會讓你覺得 喔...好啦 你也是算驕傲的 有道理這樣 而且他的片呢 就算是寫實片 我覺得也會帶有一點點奇幻的色彩在裡面 像寫觀音就蠻有這種感覺的 他雖然是一個 就是完全是現代 也不是現代 他也是之前的劇 可是他當中運用到一些美術的配色啊 或者是場景的感覺 都會有一種魔幻感 那他來改編這個具有魔幻感的小說 我就覺得應該是他的拿手好戲吧 那如果你要我說 天小上的魔術師到底在講什麼故事的話 如果用非常精簡的一句話來講 就只能說他是一個發生在1985年 然後關於中華商場生活的人們的故事 因為他裡面角色非常的多 然後他的故事也非常的多 所以他每一集其實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獨立的篇章來進行 所以我沒有辦法明確的告訴你每一集在演什麼 目前呢他就只有播到第四集而已 然後總共的集數是十集 我蠻期待接下來的變化的 因為我自己在跟第一第二集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第二集有一點無聊 就是你看了第一集知道 他在大概的進行一個環境的描述 然後跟對中華商場的一個建構的樣子 但是他第二集有一點算是持續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點無聊 然後你不知道要不要繼續看下去 但是當我看到上禮拜的第三第四集之後 我就覺得 嗯 不愧是羊鴨車 就是他的戲都很容易讓你前面 沒什麼期待 然後中間突然來一個轉折 最後來一個爆點大爆發這樣 所以我就蠻期待接下來 五六七八九十集的故事會怎麼樣的發展 那他目前在Netflix也有上 所以如果你無聊 或是你想要追一些比較不同的劇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看看 不過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啊 如果以羊鴨車的拍戲的方式來看 可能要等他十集全部都上了 然後從第一集看到第十集 才會知道他的厲害之處 好 反正就是推薦給你們 最近我看到的一個好看的台劇 好 那就是以上的影片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拜託我新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